哈佛发现最严寿蛋白质,每多摄入10克,健康寿命可能性增加40%,越早摄入越有效,关注健康,共享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小颖,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频道。 近日,哈佛大学与美国农业部人类营养衰老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 该论文显示,有一种蛋白质的摄入量跟延长健康寿命相关,与摄入较少的人相比。 中年时摄入这种蛋白质的人,晚年衰老时能够更加健康。 一,比鸡蛋牛奶都好的蛋白质,是什么? 2024年1月17日,美国农业部人类营养衰老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植物性蛋白质的摄入量与延长健康寿命相关的研究论文。 论文中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护士健康研究队列中48762名健康参与者,参与者年龄在38到59岁之间,实验分析了蛋白质摄入量以及类型与健康衰老之间的关系。 首先,研究人员将蛋白质大致分为三类。 动物蛋白质,比如牛肉,鸡肉,牛奶,鱼类,海鲜,奶酪,乳制品蛋白质,比如牛奶,奶酪,披萨,酸奶,冰淇淋,植物蛋白质,比如慢煲,蔬菜,水果,批发,麦片,烘焙食品,土豆泥,坚果,豆类,化生酱和面食,而健康衰老。 是指没有11种,主要慢性疾病,心理,认知或身体功能健康,能够健康的老去,对于蛋白质摄入量与健康衰老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植物蛋白质与健康衰老,可能性成症相关,每增加3%的能量摄入。 健康衰老的可能性增加46%,即摄入越多植物性蛋白质,更能促进人在晚年时延长健康寿命,不会患上各种慢性疾病。 而动物蛋白质相反,每增加3%的能量摄入,健康衰老的可能性降低6%,对于总蛋白质和乳制品蛋白质摄入量,没有发现与健康衰老之间存在相关性。 关于植物性蛋白,研究还发现有更多的益处,摄入更多的植物性蛋白,与更低的慢性病风险相关,还显著降低了认知和心理健康状况下降的几率。 用等热量的植物蛋白质替代脂肪,发现它与实现健康衰老的可能性增加相关,用3%能量植物蛋白质,替代精致碳水化合物,与实现健康衰老的可能性,增加8%相关。 作者认为,植物蛋白有助降低坏胆固醇水平,降低血压和胰岛素敏感性,并降低粗盐标记物的水平。 二,补充植物蛋白的最佳方法,122饮食法,植物蛋白的另一个优势,那就是有利于肌肉合成,因为里面富含质炼氨基酸,而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大豆类食物了。 豆类是植物蛋白中唯一的优质蛋白,吸收利用率也最高,多吃点大豆之类的食物,不仅增加健康衰老的可能,还能帮助像健身人群的人。 加快肌肉的合成,如果想补充足够的植物蛋白,要怎么吃才合适呢?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 成人男性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为65克每天。 成人女性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为55克每天。 而112饮食法比较适合,在每日塑入适量主食后,作为补充,什么是112饮食法,即一袋250毫升牛买,加一个鸡蛋。 胆固醇高,别吃蛋黄。 换成2-3个蛋白,加2两瘦肉,鸡鸭鱼肉虾等。 加2块豆腐,每块约400克。 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豆腐缺乏一种氨基酸,导致其蛋白质不能被人体很好的吸收。 因为2块豆腐可以换成25克大豆,这样就能保证每天动植物蛋白的均衡摄入。 3. 优质蛋白质十大食物榜,豆腐落榜,牛奶垫底,中国营养学会全民营养州专家组。 根据蛋白质含量和氨基宽评分,选出了优质蛋白质十加食物名单。 从上到下排名依次是,1. 鸡蛋,2. 油奶,3. 鱼肉,4. 虾肉,5. 鸡肉,6. 鸭肉,7. 瘦羊肉,8. 瘦牛肉,9. 瘦猪肉,10. 大豆。 很多人不知道,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实际上只有3%,但由于它所包含的烙蛋白和乳氢蛋白,是接近人体需求理想的蛋白质模式,并且含有人体必须氨基酸的食物。 所以,牛奶中的蛋白质,易于被人体消化酶分解,有利于中老年人对当中蛋白质的吸收。 鸡蛋,鱼肉,瘦肉等食物,由于其高蛋白质含量和包含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须氨基酸,与牛奶一样有含量丰富的蛋白质。 而且,鸡蛋鸡酸组成与人体需求相吻合,像鱼肉中的哦妹格三脂肪酸,对心脏健康特别有益。 而鸡蛋则是维生素D,维生素B12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 视频看到这里了,麻烦亲们动动发财的小手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居然没有豆腐的身影 豆腐当中蛋白质虽多 却缺乏了一种必须氨基酸 甲硫氨酸 可以帮助人体参与合成氢氨酸 骨光肝钛和牛黄酸等重要化合物 因此豆腐蛋白质 不能很好地被人体吸收和利用 豆腐虽然下榜 但不代表植物蛋白不重要 从上文的研究结果来看 植物蛋白显然不可或缺 我们可以通过食用大豆 来摄入植物蛋白 这个排行榜单中 强调了蛋白质的质量 和人体对齐的吸收和利用效率 而不仅仅是蛋白质含量 我们需要多样化 和平衡性的吸收蛋白质 这里小影整理了一份 蛋白质的最佳摄入指南 摄入蛋白质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质量上 二是数量上 质量上 蛋白质中氨基酸的种类和比例 以及人体对这些氨基酸的消化吸收 效率是最关键的 数量上 则取决于每个人的身体需求 以及他们实际摄入的蛋白质的量 一 均衡搭配 将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一起煮 将不同的植物蛋白混在一起吃 像我们能见到的日常坚果零食 就有多样不同的混合 二 适当加工 蛋白质的烹饪方法 会影响营养价值和消化吸收率 而适当的加工方法 如蒸 煮 炖等 这种比较单一的烹饪方式 可以保持蛋白质的营养价值 同时提高其消化率 而过度加热 像煎炸和烧烤 虽然吃着香 但对我们身体危害相较大 三 注意数量 不论什么人群 都要适量摄入蛋白质 避免过多摄入导致的胆固醇升高 增加心脏病风险 还可能给肾脏带来额外负担 总而言之 植物性蛋白质对延长寿命有益 但也不能因为植物蛋白质好 就只摄入它 蛋白质的摄入需要均衡且适量 能够最大化所摄入蛋白质的益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转发给您所爱的家人 其实您所拥有的一切呀 都是您自己所吸引来的 你想吸引什么 您就会收获什么 你想拥有健康吗 如果您想拥有健康 就在评论区打上四个字 我要健康 您一定会收获健康的 关注我 关注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